跟着老冯去吃 今天咱们来到了徐州一个黑暗料理 烤羊头 徐州的黑暗料理 烤羊头上来 这个做的火候还是可以的 虽然说这样上来有点恐怖 但是味道还是不错 这个烤羊头是先卤后烤的 它这烤羊头是把皮扒掉之后 实际它并没有太多的肉 它就是羊头里边的舌头 羊爪 羊眼 烤羊头叫黑暗料理 但是吃起来逃不了真香定律 它这个卤就是用白卤水卤的 没有太多的香料 它这个羊头头不是特别大 应该都是它本地的这种小山羊头 所以说你吃着没有过多的这种香山味 肉还是比较香的 挑战一下吗 你吃吧 赶紧吃吧 这个你挑战不了 五毒你更吃不了 肉神涉猎的怪广 它的口感到嘴里边 我没吃到一咬爆浆的那种感觉 但是说它卤的火候很软 油香劲是有的 这个羊眼的营养要超过所有的肉 吃羊头 不吃羊眼 白瞎了 你还非得掏干净 我感觉你跟扣在我的眼珠子上没啥区别 谢谢 你描述的再详细一下 你还让我怎么描述 我还把你描述吐了 它就类似于什么 你吃过安春战吗 吃过 类似于安春战的这种口感 一咬啪 爆开 但是你这里边是蛋黄 这里边是羊眼珠 到这儿吧 行了 咱说说羊脸上的肉 别说眼睛了 羊脸上的肉就不用多说了 这个黑暗料理我就主要吃它这个眼睛 我不代表其他的网友和食客 因为你吃口条啊 吃羊脸上的肉啊 都很容易吃得到 但是这种羊眼睛不见得吃得到 这种是烤的 你要是煮完了的你更吃不了 煮完了之后要拿下来之后 这眼睛就跟看着你一样 我要胳膊长心 就跟这眼睛长在我手上一样 就到这儿吧 这个之所以称为黑暗料理 不是适合所有人 适合这种爱吃肉 又有猎奇心理的人 你要是不喜欢 您可以吃烤羊排或者烤羊肉 烤羊头跟烤羊排是有区别的点 烤羊头你吃的表皮有一点酥脆 里边肉是嫩的 虽然说看着不大 但是里边肉还是挺足事的 这个就是吃一个新鲜奇特 我为什么愿意到这些鸡脚咖喇 去找这些小馆子 我从这儿我能看到 人家老板做生意很用心 他用一道烤羊头 能带来很多其他的客流 然后他这儿有这个柴火鸡 还有大喜鱼 还有徐州的一些土菜 这个我判断老板做的呢 就是一个饮流品 这一个羊头才卖58块钱 挣不了几个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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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